在佛经上说 若知我空 谁受谤者 若知我空 你如果知道人到最后都是空的 你们年轻的时候这么多的事情 到了最后全是空的 忘都忘记了 谁受诽谤啊 你们小时候被人家诽谤的事情 你们还记得不了 不记得了呀 因为你早一早就知道 你早一点知道到最后都是我空的呀 那谁会受到这个诽谤了 所以佛经说 若知无我 烦恼何生啊 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无我的 生出来连个名字都没有了 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的 你烦恼哪来啊 你今天想一想 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你拼命要去要干嘛 无所谓的呀 想开一点了呀 若知无我烦恼何生啊 你们知道最后你没了 烧掉了 就剩下一个小盒子了 就剩下一个小盒子了 你有什么烦恼了 你知道你一辈子都是空的 什么都得不到 你被人家骂几句 谁在受那种诽谤啊 没有人的呀 诽谤到最后没了呀 结束了呀 你空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谁诽谤谁呀 所以心落不生 如果你心不要生起 有人要诽谤我了 嫉妒我了 恨我了 心落不生 静置如露 你境界 如如不动 老公指在你骂的时候 很多女人说 你看 就是骂你自己啊 你就是这些毛病啊 你看你看你还骂自己 你不要讲就有本事了 你冲着他看 就是骂你自己 这叫本事了 不要去讲 骂别人的人 我告诉你毛病 自己都有的 说人家神经病 他一定有点神经病 这是我告诉你们的 万静本闲啊 这个世界上一万个境界 本来就是闲无事的呀 叫万静本闲啊 这世界有什么事情了 万静本闲听得懂吗 世界上所有的境界 只是一个过程 像小时候 很多的境界 本来都没什么事情的 搞啊搞啊搞 你们有没有这些体会啊 一件事情嚼舌头 都好像天大一样的 吃饱饱没事干了 本来所有的境界 本来就是闲的的 唯心自闹啊 就是你的心在闹啊 你的心不动 闹什么啊 就是你的心在闹啊 闹腾啊不停地闹啊 闹啊闹啊闹啊 闹了好受了 闹了开心了 闹到最后还要自己 自圆其说 不是你自己闹出来的 那么家里先去 左讲右讲 讲到后来 这么一点点小事 算什么事情啊 你告诉我 所以我有时候 经常跟你们孩子讲 你们以后碰到什么事情 想想你们的师父 事情是不是比你们大 比你们多 你们算什么 这点事情了 人家讲你一句话了 不得了了 马上就当回事了 你都不要去理他 你想生气 天天生 对不对 气不过来的 这个世界上 谁都可以让你生气 连看一样东西 你不顺眼 你都可以生气 什么不能生气啊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你眼睛当中 有几个看着顺眼的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佛法 就有道理 你看我把这么高深的佛法 文言文 给你们一翻译 给你们一讲 讲得你们都笑哈哈的 感谢大家